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海南威的观众朋友 各位锁定小金超音プロスター Real Talk真实对话的观众朋友 小金姐最近前往在三峡的白鸡山 在这个 零像当中 看到一个非常肃穆的法会正在进行 而我身历其境之后有非常深刻的感受 为什么 今天呢 让这个法会可以一次两次三次 功德圆满的关键性人物来到我们现场 当然在这个法会落幕之后呢 我随即走往就在附近的荣民之家 也让我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 为什么荣民105岁的荣民 他呢 熊啾啾气昂昂的告诉我 他怎么照顾他的菜园 这里头呢 我当场拔了 大概有三四把的韭菜回家来炒 因为他照顾的太好了 105岁的荣民 在这个荣民之家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还有更多更多的荣民 在荣民之家 我看到不一样的荣民 而这一切的生活 都来自于这位关键性人物 空军二级上将 他毕业于空军军官学校56年班 也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飞安班 他是现在的退辅会主委 而呢 从这个副参谋总长退伍之后呢 担任汉想航空工业的董事长 也曾经在新北市的淡水 行天武圣公担任过主委 早年还曾经呢 驻沙奥地阿拉伯 跟美国五官出身 而更重要的一个职务 这个职务呢 是在2016年的520就任 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的 第一任的国防部长 这是继唐飞 李天宇 跟这个陈兆明 严明以来 第五位空军出身的国防部长 也是蔡英文总统 第一位的国防部长 而且兼任总统府 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的委员 要叫你一声 好多哦 主委 主委好 部长好 而且主委是有这个 这个 公庙的主委 还有退辅会的主委 主委 嗯 介绍这么多 怎么样 你先跟郭仁玛说个阿拉好不好 是 各位观众朋友好 这个我担任 退辅会主委 已经有接近5年了 心里有很多的感想 我想建议 节目主持人 先从 我心中对于榮民的关切 以及所作所为 来做一个开场 是 为什么想要办这个法灿大法会 为什么 第一次我们请到佛光山的 这个星宝大和尚 他办完法会没有多久 星云大法师 这个原集以后 他就接任了这个 佛光山的这个主持 而且非常巧的是 他那天 我们做法会的是一月多 他选的日子 正好是 我就直接讲了 那时我们也请到总统来 我给总统报告 我说报告总统 您是我们三军的统帅 当初这些农民 在大陆上 这个抗日 剿匪 到了台湾来参加 古临头战役 823炮战 他们为国家鞠躬尽瘁 牺牲奉献 他们是随着 经过 是随着这个老总统 到台湾来的 老总统是当时的三军统帅 今天他们年迈了 或者工作上面疏失而往生了 我想请总统送他们一程 总统非常感念 他说农民对于国家的贡献 他说我是恋恋于心的 所以他很快就答应这件事情 来参加我们的法会 给我们致辞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 他见到我们那些老农民 几乎都一百岁以上的十位 我们选了十位 就是在台北荣家的 光是这一个荣家的 我要这么讲 三个摄影机 两个在他后面 一个在我的中间 都照着蔡总统 蔡总统没有抬头看任何一个摄影机 他只顾着去跟农民 那时候一月多天气很冷 他说老伯伯你多大年纪了 他说我一百年几岁了 你这样子穿得暖吗 你的手为什么是那么冰冷的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 每一个人至少三十秒钟 他那个问候让人家感觉得到 他是诚心地用心去关切他们 你知道他离开的时候 每一个人当然发一个红包 又老人民当场擦眼泪 所以我就在想 我说这个法会主要的目的 是让所有的牺牲的亡人 跟着总统到台湾来的 能够在这个法会中间 被超见超度 让他们各种宗教的信仰 归到你各种宗教信仰 最终的地方像天堂 像我们的极乐世界 或者是到奥拉的祖那边去 等等的 是有这个意义在内 其实因为总统去还有一点 让我们全国的老百姓 都会想到 我们不是这些农民的建设 哪有今天的台湾 连总统都去致意了 会让社会上对于农民的这种怀念 会有增加更多的这种延伸到 对于军人的增进 这是第一个 第二次我们做的法会是道教的 包括阴阳两界的 因为佛教的时候用的都是素食 第二次我们在一位秋董自动的捐献之下 我们准备了热食跟素食来操建这些 正好那个时候是七月半 来把这些亡灵送走 当然我个人并没有那种特异的功能 但是现场人有的 他说挤满了人 我们那个地方您去过嘛 是一个山坡地一样的 没错 他说从山下到山上挤满了那些亡灵 我们查得出来的有28万3700多位 他到的超过大概40万 因为到了台湾来以后 有很多比如说逃离军中了 或者逃回大陆了 或者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跟军中脱离了 因为当初我们要重新整军 金武的时候觉得军人太多了 而且那个时候的国家发展 经济上符合不了 几乎都是美元 但美元来的时候特别指定 你这里面有一部分要发展于你 国家未来的建设 那未来的建设 一个小小的台湾 只有把中西洪湾公路 这个南北这个横湾公路 那后面南部的横湾公路 把它开通了之后 资源才能够共享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把这一些农民 把它编成了我们未来国家发展 去啃荒 去开辟 这些交通要到的 这些最主力的工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该不该对他们呢 应该有所尊敬 我们曾经拍了一个电影 叫做《主路英雄》 这个电影传播到国外去 连国外我们的农民回来都给我讲 我们看的都落泪 我说我自己看的都落泪 那么第三次呢 我们就是最近的这一次 那您会问呢 第一次总统来 第二次第三次 我总统 老总统把他们带过来 我们蔡总统已经把他们送走了 第二次第三次是增加他们 他们自己的心灵上的修养 能够安定 所以这两次法会最重要的事情 是第一个 让他们在虚空界能够安稳安定 甚至于第三次是告诉他们 你们应该要做一种禅境的修养 增加自己的能量 那讲生的时候就变成一种宗教的这种渲染 但是呢第三次更重要 第三次是安慰这些农民 你看我们国家 现在新的总统选出来了以后 舆论造成我们大家心里面的波动 其实我们上班的上班 上学的上学 所以没有在乎哪一个人当选 哪个人没有当选 但是新闻不得不 都来炒作这些事情 在虚空界来讲 这个国家无形中是不安定的 最安定的力量是让这些亡灵 能够安定 而且可以在照顾其他的亡灵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做第三次之后 我个人感觉得到 在现场 我们都可以感觉到 当天都没有下雨 等我们走了以后 开始落雨了 对那天真的是晴空万累 天气出奇的好 这个假如是在民间的话 可能做生意的人都希望 我们拜拜完的时候 雨降干凌 等于是把这个钱财带来 为什么农业社会 你没有雨没有水 怎么能够把农业兴盛呢 所以这些诸多的 我就不讲这些神奇的方面 您提到的这个意义上面 就是等于是怎么样 能够让国财民安 我们更一部分 看不见的力量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在想就是说 接着就是我们现在荣家 您知道我们现在还有 一千 您大概六十几位 是一百岁以上 一千零六十几位 对 我们十六个荣家 包括在外面住的荣民 我那天就遇到 那个105岁的曹先生 他种的 哇一整片 我第一次去 香水百合 韭菜 我第一次去台北荣家 98岁在种菜的荣民 还教我唱军歌 因为我说这个军歌 我没听到 他这次是我们 二战抗日战争的时候唱的 我那时候说 我抗日战争的时候唱的 哇 是 这个荣家 可能你下面会问我 怎么样子照顾荣民 对 我觉得这些荣民 当然 在民国八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八年 开放探亲以后 少部分的回去 探亲完了以后留下来 几乎大部分都回来了 为什么 在不同的制度生活之下 他们选择留在台湾 比较自由 还有一个 真的 不论哪个党 执政 对于荣民的照顾 都非常的周到 再加上退伍会 一直都是我们 上将级的军官 来担任主委 我们袍则琴声 有些是我们的老长官走了 有些是我们弟兄 他出任务寻职了 我们当然这种内心的这种感情 对他们都会多一分的照顾 是 所以我想这么多年 在我五年前 接了这个任务以后 我发现荣家的现况 是值得我们安慰的 但是时代不断的进步 我们更应该要把这个荣家 十六所荣家 要把他生活上面 要做一个改进 譬如说我想荣家应该要家庭化 家庭化 哦 你看我们荣家 有这么大的地方 当初啊 假如五六十年前 是我们在山坡地偏乡 是荣民开采出来的 不是他原来就那么漂亮 是 现在我们把它建设得那么漂亮 我们更应该把它家庭化 所谓家庭化就是说 我们荣民住进去 所有的护理人员 医务人员 各堂的堂主 都向他们家的子女 兄弟姐妹来照顾他们 让他们安心地住在这个地方 是 你看我们在那里面 收非常少的一些经费 我们来做三餐的供应 是 我们每个房间都有热水器 有些行动不方便 他们有排泄物下来了 我们的照顾人员马上 都有热水帮他们去清理 是 这个要像一个家庭化 他觉得我老了 我突然间把身脏弄脏了 救人来照顾我 是不是 让他在这里面 生活得非常安定 不会想到 哎呀我还是回家 或者说我不回家是比较好 没有这种烦恼 所以你看他们都是长寿的 我那天很惊讶 我进去之后 他不像是一个 一般我以前去过的 长照中心 因为他异常的干净清爽 的确 那个绝对不是因为 您要去参观 没有我是突然间去的 因为他分 有失智区 有养护区 有安养区 我三个区都去了 我其实非常惊讶 而且我们16个荣家 都有特色 他不是盖得像银房一样的 都一个样 你看你去的台北荣家 还有那个叫做巴拉克的那个大的礼堂 那个礼堂跟我们现在叫做二二八公园的那个博物馆 是一个样子的 是 你看可见的我们那时候的长官 那个时候就能够运用有限的经费 把荣家建设的都是不一样的 你去马南荣家 你会发现你以为到了 这好像外国的一个度假村 那房子都是红顶的 非常漂亮的 你要是到了白河荣家 我们还有船型的这种餐厅 会议厅 这会让你觉得现在怎么可能有人会想到这些 那时候我们非常有钱吗 不见得 但是我们却把这一些有限的经费 做的最大功效的利用 所以荣民在那个地方都非常的安定 我们现在又着手去进行 我们应该把这些荣民 不论你抗战 剿匪 这些经过能够口述历史 是 还有很多外面的学者 有正在做吗 也非常 这都在进行中 都在进行中 对 是要的 是要的 所以我就讲 现在荣家我把它家庭化 住在这里就在自己的一个大家庭里面 第二个我们在讲 我们现在有四家幼儿园 设立在我们的荣家里面 像高雄 像花莲 还有台东 你知道这些幼小的孩子 农民看到的时候好喜欢 好多照片照出来 他们突然间去跟他们接触 还会问 那个妹妹怎么没有来 今天你没看到 对对对 她在教室 她非要找到她不可 为什么她买的糖 要给她吃 你想想看 在我心里想 虽然这些孩子 当初我们都顾虑 我们照顾荣民已经 兢兢业业了 小小兴兴的 这些荣 孩子进来跌伤了 或者是怎么样了 我们这个责任要多付一份 不用我们来担这个心 这个之所以变成了 非营利的幼儿园 里面的幼教师也好 护理师也好 都是专业人员 不需要我们顾虑她的安全 反而给居家的荣民 带来的希望 她没有子女 她甚至于朋友都没有 看到这些孩子 她想到自己幼年的时候 幻想到这就是她的子女 是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应该 要把这一个荣家 要社会化 我们引进好多小孩子来表演 护理学生到这里来 教他们按摩 帮他们按摩 是 这个大学的学生来这里 亲吟共居 我来陪你多少小时 我就可以换到住宿的时间 我就不必花钱到外面租房子 对 我们很多的方式 让这些荣民不寂寞 而且生活上充满了这种生趣 我觉得这个代价 这个非常好 他可以一方面来就近照顾 你们又提供他住的环境 所以我讲 我们应该社会化 这些孩子进来以后 父母亲要不要进来 父母亲进来之后 觉得这里好 会不会带他们亲友进来 对不对 加上我们开放给各个学校进来 你打足球也好 你走步道也好 陪荣民也好 这个无形中 就让我们社会上很多慈善的团体来表演 你看我们最近的光复国小 光复国小的管弦乐队要去表演 我们推补会全程 从台北的交通一直负责到那边 他们表演完了 中午跟我们一起用餐 让这些老先生看到 突然间这个孩子那么多了 他欢不欢心 再来我们等他这边结束了 我们有电影院 星星大众百货电影院 董事长请他们小孩看电影 在前一个月 我们请他们到清静农场去 他们看到了马术表演 绵羊秀 他们都不想回去 后来就写了一封信给我 这封爷爷 我们想请你吃饭 我说你们大概又想再去了 我们今天不光照顾农民 我们推补会的这个伸出去的角度 要社会上各方面 我们希望能够把社会上善良的风气 通通带起来 这是我们所没有看到的世界 为什么这个部长 为什么主委 你会这么细心去看到农民的这些需求 即使我们在谈这个长照中心 过去我看一氧合一好像也是 也是退补会这边最早期所提出来的 你看刚开始提出来说争议还非常大 但现在现在长照中心一个关键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做到一氧合一 我看在台北荣民之家 我们各个地方实际上是很落实做到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是16个荣家 因为我们军人的习惯就是说 比较保守 不过说做一分讲三分 做三分讲七分 我们是真正的 在中华民国在台湾 做长照做得最好的 举例子来说 好了 我去年十月份去高雄参加住宿型的长照中心成立 当然这次卫福部给了我们几个单位 我们是第一个把它完成的 那个时候的林院长现在已经换成成院长 那个开幕不到两个礼拜 他说已经在排队了 那个地方靠医院也进 而且去入住的绝对不是那些瘫痪的干什么 但是我们都有比例 会收私自的 收需要照护的 他们在当地除了能够舒适的生活之外 医院的环境也很好 再来要医生马上就有 这种环境之下 你现在是不是人人都想去 我们还有四个冗家正在这里建设 我想假如是到了 因为他们有两年的时间 114年大概年中 大概还有四个冗家就可以完成 我们很早就看出来 将后来台湾社会高年化 高年化也没关系 少子化就麻烦 以前我们家里面都是三四个小孩 生五六个也不稀奇 现在你生了一个小孩 一个小孩到哪去了 到国外去了 他们两个谁照顾 对不对 假如是农民我们来照顾 请问 其他的百姓呢 其他的百姓怎么办 所以我们有开放 部分的名额是给老百姓 那很棒 我贴出来的口号是非常的朴实 我说我们在当地 住当地的土地 用当地的人 他们才会安定 你在高雄用一个照顾的人员 他住在台北 他怎么安心工作 你这个想法跟最近 你知道最近有一个企业 企业的大老板 我等一下跟你说是谁 他在我们1月13号不是投票吗 全台湾都在进入这个选举的最高峰 看看今天国会会怎么样 总统会怎么样 他说这个老板有一天打电话来 他说廖主播 你知道我最近关心一个公共政策 我说你关心什么 长照 我说现在人家都在硝酸气 都在看这个总统大选 看柯文哲可以拿几票 看国民党的得票率 看赖清德到底会不会当选 看三党会不会真的不过半 你现在做长照 他说这些我都不管 我觉得长照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未来怎么样在地化 怎么去活化我们土地 把这个少子化的学校的土地 教师怎么在利用 而且用在地人 他的想法跟你一样 你知道他是谁吗 星光集团的吴东靖董事长 那我那时候其实我还蛮感动的 就是我们一个媒体人 在这个时候有人还是 虽然在那个时候做这个议题 就整个收视或是这个流量来讲 他是冷门的 可是公共政策常常就是要这样子 你必须要有心人去观察他 所以他的想法其实跟你是一样 怎么用在地人 甚至提高他的劳参率 而且还要政府来支持 对 这个非常重要 对不对 你看我后面还有一个政策 要让我们几个交通便利的荣家 比如说钢山荣家 我们把它开放BOT 让在这里面我有那么大的土地 那么漂亮的环境 把它建一栋 这个100到200人的这个长照的中心 大家来住宿型的长照中心 到这里来变成一样合一了 为什么 将后来你根本没有土地 医院不够用 我们现在几个医院都有设日照中心 你的孩子去上班了 把你的父母亲连长了 送到我们这里来照顾 下班街回去 是 是 是 我觉得我们这个政策 就是说假如说能够推行下来 我现在给了三个荣家 这三个荣家呢 假如说有人来BOT的话 你看至少会掀起一种风潮 大家会认为 我们再怎么样 外面的土地那么贵 对 我们荣家的土地给你做BOT的运用 是 是 是 你们给我们的这些利润 我们可以把现有的房子再改进 又可以变成一个安养的一个中心 是 做一个良心的循环 我们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 但是社会大众看到的是 外面安养中心的利润 但是实际上你去问问看 他们有赚钱吗 非常难赚到这个钱 是 是 所以我在想我们默默地在做 而且每一步走的都是对的方向 将后来到荣家来做BOT的 可能不是像现在 只有两三家来问 而后来会政府来支持 这个政策是避免不了的 你少子化以后 生孩子父母亲老了 没有孩子来照顾 更需要国家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 所以这些应该是列为国家 最优先的战略 这真的是刻不容缓 就这个土地来讲 如果我们的全台湾16个农民之家 所以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腹地 这个腹地如果我们可以进一步利用 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现在主委您正在做的 你把他家庭化社会化 他不是一个把荣民锁进一个框框里头 一个像牢房里头 让他动弹不得 让他每天看到的世界 永远是一成不变 其实不是的 当你把孩子引进去了 把社会人士 把社会团体引进去了 无形当中那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 在当下是非常值得去推广的 尤其我们要去做 不管长照2.0跟3.0 是不是呢 主委 但是现在每个人 都以商业化来考量 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利润 譬如说他在某个地方有一块地 他就想盖个长照中心赚钱 他又没想到 你盖一个长照中心 那个地方不是监狱 那个人只能够围到你周围转一圈 你到荣家来看看 广大的腹地 我们这么多年的经营 那些参天的古树 对不对 小孩子进去的时候 你看都是张的臂在跑步的 没看过那么广大的地方 那么安全的地方 我们把这些地方自动地愿意 把它贡献出来 到现在没有人真的很重视 是 我就在讲 我说我们要默默地在做 绝对不能被利益团体 侵入了以后 把我们原来想奉献出去 给那些老友所养的这种政策 受到任何一点点的偏颇的 这种伤害 是 我想在三年五年以后 这些老农民 不是老农民 不是老农民 就是外面的这些居民都变老了 他希望有什么地方 他需要有哪些照护 最好的条件就是我们现在荣家的制度 所以我带着我们的同仁 几乎你说有名的安养院什么地方 我们都去过了 这盖得好漂亮 因为我们有些荣家盖了六十几年了 对不对 你们的设施 餐厅很新颖等等的 你走出去一看 除了水域建筑物之外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它舒坦身心的 我们那个地方到那边去 你看那孩子 跑不见了都掉不了 为什么三个农场 这个大家订房都订不到 对 对不对 我们注重生育保护 注重我们原始邻居 这种保育 还有一个我们环境的这种照顾 晚上的避空都是新星 在哪里可以有 也没收你钱 到那边去的人 没有说半五点钟去睡觉的 对不对 十二点钟还在外面看新星 所以为什么那些小孩子到山上去 他不想下来 叫他爸爸去订 他说那个地方 不是说你想订就有的 所以打电话写信来给冯爷爷可以帮忙吗 我想念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你也非帮不可了 是不是 以后看到冯爷爷亲自打电话 帮忙订房 而且有别的学校也来申请 希望有这个机会 我就讲 我说我们退伍会 动一动 就可以把社会的风气改良了 你看现在我们荣家荣福处 多少社会的慈善机构 公庙都去捐献 也不论是物资或者是金钱 是 这些做一个良性循环以后 我们都有充足的资源 能够把我们的荣家社会化 办更多的活动 让大家都能够认识 原来荣家是这么漂亮 这么友善的 而且多想 是不是我有机会进入到荣家去 我自己看了都觉得 在这个人生的最后一个路程里头 尤其在现在 你说像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 老当异状 他们的精神状况 以我这一次的一个简单 我去接触大概有十来位 其实我内心是非常喜悦的 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都非常的好 然后更喜悦的是说 他们可以身处在一个这么棒的环境 你看这个在护士站里头 我在那个地方即使是发呆 我可以到护士站旁边很多零食 跟那个贝贝在吃零食的时候 那个贝贝 我看他拿了这个 类似那种鲜贝就开始吃了 吃了三四块 我还跟他要 说贝贝给我一块吧 然后后来我还跟那个护理站的小姐 跟他抱怨说 你们这个 这些饼干 是为了要克制这些老贝贝 不要吃太多 因为以我来讲 很多我拆不开 我说你们这有特别设计吗 但是你看到的 的确是家庭化的生活 而且我进入他们的房间 一般人进入长照中心 都有一个感觉 味道不一样 可是我必须要坦诚 我跑三个地方 每一个地方我都进入的 十多间的房间 味道都是一样 都是清爽 其实我觉得很开心 其实你相信我还没有上任 是 那个礼拜六礼拜天 空军的同仁用车子带着我 去北部的三个荣家 这个巴德 桃园 还有台北 是 因为我也没去过 也不知道怎么走 对不对 我走到厨房 他们把早上吃的馒头 都排得很整齐 中午要炒的菜 已经洗衣好了 泡水 是 我就觉得一点 照道理讲一楼啊 你做这些膳食的 都会有老鼠 我的鼻子是非常灵敏的 我没有闻到三家荣家 都有老鼠味道 你连老鼠味你都闻得出来 对 等到我到一个荣家 我忘记了 正好他们的这个 善情人员进来 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对不起 我说我走错方向了 怎么出去啊 他说你不可以进来 我们说ISO9000 什么规定 你这个脚都要经过 什么消毒啊干什么 我说那我怎么办 严格控管了 不错 我说你把我背出去 好了 你看这荣家 不但有这个营养师 连这些膳食都做得那么 都做得那么 好像让大家都能够非常喜欢 我就在讲 我说农家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来了以后 我看到老伯伯不愿意到医院去 是 我们怎么办呢 要把这个三级医疗落实 让他们呢 在我们的荣家就设立超音波 设立新电图 至少给他们在当地就可以减少 现在已经减少 百分之五十 要移到医院去 在我们在这里 看出了这些超音波以后 马上分院总院 就有医生来帮我们判读 告诉我们怎么处理 就不必让老伯伯又不想走 那个上了车子又很难过 为什么他不知道他回不回来 所以我把这个叫做金字塔计划也落实了 那最后一个我想讲快一点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农家要智能化 就像刚刚您提到的 你也笨到了 对不对 我看到你们进来 你一床了以后都知道了 你们的智能化到这个床 跟这个科技单位合作 我其实非常震惊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 为什么我们七百多床 五百多人进驻 他们人力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处处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服务人员跟我们的医护人员 结果原来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 你们透过你们monitor监控里头 他那个智慧床是真的这么聪明 只要这一位农民 他可能躺在床上 他翻动 他动的一个次数 不是那么频繁 马上就会有一个警讯 对 护理师那边就知道 你必须要去看了 然后他会正常去侦测 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真的太方便了 还有我们带动了 这种远距的医疗 像偏乡以台中为例 离山他们都去 那个地方责任去不是他们的 他们也不是去抢医疗的生意 是 在卫生所里面有需要的都会找到 我们的龙肿 马上就帮他判毒干嘛 甚至于定期都会派一个医生在上面 是 所以我就讲 我说这些方面我们做的 的确无懈可及了 是 我想今天这个大捧难得来到这个现场 我看到你们的 你的幕僚 你的工作人员就非常紧张 就说 部长时间差不多了 我还有几个疑问想跟你请教 蔡英文总统任内的国防自主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方向 国际国舰 国际国造 国际国舰等等的 这个重大的政策 其实也是在您任内 在逐步推展 我相信您也完全参与其中 你怎么样看未来在台湾的这一块 当然了 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 我们买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是我去当武官的时候 是民国79年的8月 这个到我82年 8月回来的时候 一共三年 F16卖给我们 西澳三栋卖给我们是军用的 本来是逼我们要去买那个L型 就是商用的 再来我们那个时候 这个S2D的性能提升都做到了 军事院校也让我们进去了 因为有了F16就跟他们讲 我说我们在台湾很多地方训练 没有空域了 没有场地了 老百姓会抗争了 我说你要给我们一个地方 做一个前置训练 就是我们飞的是老旧的飞机 接受新的飞机 所有的性能 体能上各方面 战术战法方面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在 这个New Mexico的Elemo Guado 那边有个基地叫Hollman 去训练 所以呢 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我说你卖F16给我们的 该让我们做一个战术训练 他们觉得有道理 所以我常常在讲 我们批评美国人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我也批评过 为什么你不卖给我 为什么这个东西我不能买 现在人家愿意卖给你了 那你能够说 人家美国人不好吗 当初我们有了F16 我们就可以到美国去收训 到现在都有战术训练在美国 你怎么样子说 你一件事情 一两句话就批评美国人好与坏 那么再讲到 蔡总统的这个国防自主能力 国旗 国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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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别人卖不卖给我们 我们至少要有自己的防空 或者是我们的航太工业 自己的国防工业 所以当美国人问我 什么叫做国防自主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以前我们都给你买鱼吃 现在我们准备自己钓鱼了 他说你假如钓不到呢 钓不到 我说你不是说我是你们的盟邦吗 那你应该帮助我 我们以这个理念推下去 所以我们才有国际国造 国舰国造 对不对 潜舰国造 是 我们早就准备做新一代的战机了 在我当汉翔董事长 就准备做了 我想只要民进党执政 会坚持我们这个理念 可是你怎么看 阻力呢 现在三党不过半 国民党拿下的 比民进党多两席 如果这个阻力持续发生的话 怎么办呢 这个我在想 在精硕方面 国民党不会太过于给我们阻力 因为不论大家是要谈要和 它可以结合民众党 也不是这个 大家都认识得很清楚 我们不能把国防工业 跟国防力量 或者是我们的战力 去让别的国家来负责 这是不公平的 也不可以说我们没有 我们自己应该保有最后自主的能量 没有枪没有炮的 我们可以自己生产 你看乌克兰到现在 没有枪没有炮的 连子弹都没有了 对不对 我们要保留这一点实力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国内这两三年来 尤其两三年来 过去的一年当中 非常强的氛围 就是说现在政府 把老百姓走向了战争 让台湾变得更危险 我不知道您自己 在过去曾经参与重大的建设 在强调国防自主状况底下 真的吗 是这样子吗 我想这样子讲都是不公平的 第一个 国家很多的政策 他没办法给他讲得很明白 你讲明白了 你就没有了 就像人家问我 你们的副主委 下个礼拜到欧洲 到哪个国家去 我说你问了以后 这个国家马上受到威胁 我说我们在政治的 国际政治的情势上 不允许我们这么做 我们受到这些限制 对不对 我说你问这些东西 都没有意义的 买卖武器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就说 我们想干什么 你主力就来了 对不对 他会直接就按照我们以往的需求 他会问你 你以前要买的 我们那时候的政策不可以卖 现在卖了你要不要 我觉得至少在这些方面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平衡的心 尤其是在国际现实上 不要以一句话一件事 去批评某一个政策的对与错 那是不公平的 国防自主方面 因为大宏部长当时参与集中 知道台湾的处境 所以你刚刚提到 陆海空全面性怎么样去加强 我们的航太工业 比如说去年的928 当这个海昆号下水的那一刻 令国人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那未来的七艘 到底要采取什么的模式 其实举凡这些都是攸关未来 我们的国防战略 从早期的郝伯村时代 一直到这个大宏部长的时代 你会发现其实台湾 有非常清楚的脉络里头 就是我们的建军十年计划 过去不管你说像F16 IDF 您身处其中您都会知道 这个建军计划是有它的一定的脉络 那我提到的是 我曾提到这个背景 很多人是忧心 真的忧心 未来 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的阻力 可能会越来越艰巨 不知道大宏部长您是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要从 我们人民心理的建设开始 第一个要相信国君 除了他有悠久的历史 我们是牺牲奉献 对不对 这个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的 以这种精神 马上我们又要开始 庆祝黄埔建军一百周年 大家要把这个话题 要变成什么话题呢 难道我们现在所有作战精神的研 就是我们好像研习 难道不是这个传承下来的吗 是不是 所以我想 我说我们除了希望舆论 能够给一个公平的评论之外 大家老百姓还要对国军有信心 你战力增长了 你没有先进的武器 那也是花拳锈腿 是不是 我们应该要有先进的武器 跟到我们战 像我讲的 我们争取到了前置训练 战术训练 让这些训练 配合到武器的增进 这样才会发挥战力 我们不要对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 就去议策 你去问问全国的老百姓 有百分之几是需要打仗的 愿意拿在枪战的第一线 当然不愿意 对不对 那你怎么可以说 政府是逼得我们要去打仗呢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很客观的来看这些问题 最重要的是要把国军安定稳定 最重要你要给他尊敬 让他觉得当一个军人为荣 国家是我的 我要负起保卫国家的责任 的确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国军受到的尊重 是不够 这个部分不知道朱文宁自己呢 我们还有更大的加强空间吗 如果 因为国军在此时此刻捍卫台湾 他们在第一线是最辛苦的 那真的是有在政府在很多的地方 可能思维或政策上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那当然一定要去改进 我做一个结论 这些都是因为政党恶斗 那些民意代表 把军方的这种训练坚实 通通通伍密 不应该 不应该 所以我在立法院 经常一直延迟 对不对 对国军有一点点 不是我看到的事实 我马上就跟你延迟相对 国家没有军人 谁来保卫 对 谢谢 谢谢主委 谢谢部长 謝謝 部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